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胃怕生大多数的地区都非常的喜欢吃生食 其中就包括韩国以及日本 而据数据研究表明 日常生食可以说是给幽门杆菌腾位置 在无经过烧开的水中 幽门杆菌可以说会存活到4到10天 为了为不受到幽门杆菌的侵害 我们不要杜绝生食 一些未经高温加热的食材 二 胃怕辣辛辣的食物可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不能抛弃了 尤其在四川和成都的地方 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日常生活中 最好减少辛辣食物的摄入 由于辣椒中所含有别的辣素会刺激到胃粘膜 从而导致胃溃疡 正好给了幽门杆菌可乘之机 从而导致感染的风险 三 胃怕中日常的饮食中 选择中油 中盐 中热量等食物的话 不但极易被人体进行吸收 还会给幽门螺旋感 菌腾胃脂 从而可以促进胃分泌更多的胃酸 并且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 引起消化不良 胃溃疡等症状出现 牢记三字绝第一个字 十一 卷心菜生活中常见的卷心菜 具有益菌养胃的功效 可以杀死幽门螺旋菌等在内的多种细菌 而且卷心菜中含有一种叫做生胃酮的化学成分 可以有效地刺激为细胞分泌更多的粘液 从而保护胃部不受到伤害 二 酸奶酸奶中含有丰富的益生菌的物质在其中 所谓益菌克菌 酸奶中所含的益生菌 可以有效地以致幽门螺旋感菌的生长 从而可以预防和治疗幽门螺旋感菌的生成 第二个字 柔衣 天熟学慈学位属足阳明微精 可以调节肠胃的气血运行 并且增强肠胃的消化功能 对于痛经以及月经不调 起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二足三里许此学位 是脾胃保健的主要学位 日常按揉或者拍打此学位的话 可以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 促进血液的循环 养胃健脾 对于各种胃痛所导致的胸闷 胃痛 胃脏等具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第三个字 隐医 冰箱茶 冰箱茶 被誉为是健胃剂 其中含有的冰箱油 冰箱分泌以及油脂等物质 可以治疗肠胃的健康 从而缓解腹部胀气 增加胃液分泌 从而修复胃粘膜 赶走油门杆菌 二蜂蜜水蜂蜜中含有果糖以及葡萄糖 都极易被人体进行消化吸收 从而可以很好的调 结胃肠功能 使得胃酸正常的分泌 有效地增强肠胃的蠕动 促使胃酸正常地进行分泌 从而改善肠道的健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